他拒绝 他不见你 不够意思 吴孟达仅用一句话 就彻底看清了周润发的人品 1980年 吴孟达背着30万巨债回到香港 因为赌博被TVB高层封杀 面临无期可拍的警径 最困难是一度 被放高利贷的老大拿枪指着要债 这个情况我约了 大概6个高利贷的老大村 我先死路一条 没有路种了 万般无奈之下 吴孟达本想找自己的老同学周润发借点钱 毕竟当年在无限议员培训班时 两人的关系十分要好 一度亲历到可以穿同一条裤子 上下来我家 我家的地方比较大 他们的大地步 然后在我家吃啊喝啊玩啊 然后有时候周润发几天没回家 他内裤的臭了 他把我内裤给他 而当时的周润发刚好凭借一部上海滩爆火 电视剧一播出便一度火到万人空向的地步 此区区三十万 对当时的发哥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可没想到当吴孟达求上门时 却被周润发斩钉截铁的拒绝 周润发的反应让吴孟达十分伤心 他怎么都想不到 当初同吃同睡的好兄弟 在关键时刻竟然会对自己这么绝情 意识到自己走投无路 吴孟达一度想过了结自己 但最终他还是痛定死痛 重新回到TVB 从小配学做起 而直到吴孟达重新走回正道 他才终于意识到周润发的良苦用心 原来当年吴孟达 凭借储留乡中的蝴蝶花一脚走红后 便被分支他来的综艺片酬迷花了眼 膨胀的他跑到台湾 接受一帮小弟的吹捧 整天醉生梦死 不务正业 甚至就连老东家TVB 给他下了最后通牒 他也丝毫不在乎 也正因此 才欠下了三十万的赌债 捅下大螺丝之后 吴孟达才意识到自己无法弥补 又才带着烂摊子回到香港请求好友帮他解决 而这一切发科都看在眼里 他明白此时此刻想要解救吴孟达 绝对不是帮他还三十万赌债 而是想方设法将他拉出泥潭 后面我们再碰了 拍英雄版社的时候在这边 说这里你继续沉沦下去 对 你不会改 其实他当时见了你三十万 假设你肯定拿过去赌了 肯定拿过去赌了 未必是赌 最小会把部分债务还了 然后继续我过去围难的生活 他只有往下再撑 而事实上 尽管周润发当时没有借钱给吴孟达 但他却在背后默默发力 帮达叔介绍剧组 给他工作机会 不得不说 周润发的确有大智慧 最终在剧战面前 吴孟达终于彻底醒悟 不再沉沉在泥潭当中 重新开始认真拍戏 磨练演技 而回归正道之后的吴孟达 也终于意识到了周润发的良苦用心 后来再碰到他我觉得他应该不借 如果借了就没有今天的吴孟达 我那四年就是因为他不借我钱 我就咬牙 咬牙磨剑 那四年每天都看表演的方式 人家怎么表演 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 这样子那四年 与同样默默无闻的小配角周星驰产生了交集 看到他将仅有的三句台词 反复琢磨三天的样子 周星驰大受震动 也正因此 那我就很不明白 三句对白 有没有需要看这么久 那他说我那天有 1990年周星驰迎来自己电影的高光时刻时 便开启了与吴孟达长达十余年的合作 也为华语影坛开启了无厘头喜剧的盛事 如果要说吴孟达演艺生涯中最感谢的两个人 也一定非周星驰和周润发莫属 原来吴孟达当年的这句话真的没吹牛 当年他仅靠15秒的表情变化就被北影荡成了教科书 在筹拍少林足球时 周星驰专门为吴孟达量身 打造了一个黄金右脚经典角色 而最终吴孟达也不负心也所望 仅靠一个出场镜头就俘获了无数观众 一开场吴孟达便拖着右腿 抢颜欢笑地跟顶头上司打招呼 将一个伸出底层的小角色演绎的淋漪尽致 瞬间便打动了观众的心 而随后他将头当做鞋子 帮谢贤扮演的熊哥擦鞋时 前后的表情变化更是出神入化 从隐人颓废到谄媚追笑 这不就是一个为了生活 不得不抛弃孙严的普通打工人吗 可即便他如此低三下死 换来的却还是对方的极尽羞辱 于是那一刻他忍不住怒 可紧接着就认清了现实 反抗只会让自己失去饭满 而更让人心酸时 被羞辱还不够 紧接着熊哥便告知了 他这么多年落魄的真相 再告诉我一件事 当年打断你腿的那帮人 也是我安排 明明是一个黄金右脚 却被别人毁了半生 那一瞬间 吴梦达的眼中闪过了震惊 后悔 绝望 无奈 几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最终是化为几声大笑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他能笑能怒 也能苦笑无奈 人生几十年 不同阶段的情绪表情 基本上都被他表演了出来 演技精湛到连肚皮都是戏 而一个落魄天才的角色 也通过这几分钟的表演 彻底利索 即使他演过几十个 同种类型的小角 也依然不会让观众出席 这就是吴梦达演技的魅力 达叔的演技到底有多好 导演陈家上曾这样评价他 欠他一个金像奖 你说的谁 梦达 哦 是 大怪 大怪没拿过 论演出 有谁可以告诉我 吴梦达 原本听到陈家上 对一位演员发出如此高度的评价 吴君如一脸不服 可当得知这个人吴梦达之后 他的表情却瞬间变成了认可 并且连声称实 而拍出了无数港片的王晶 也曾高度评价吴梦达 他是一个最好的下巴演员 我只能够这么说 即是你任何小生 任何 无论你 做戏怎样 你预着他 你加分的 他可以令到所有小生加分 这个是他的 真是 香港电影最出色的绿叶演员 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就连当年与星野合作完大话西游后 被认为可以取代达叔的罗家英都曾这样评价他 吴梦达呢 就从前呢 就 人家说我代替他 在周星奇身边 就把他 代替了 但是我说 不是 他的系路 跟我完全不同 周星奇 周星奇离不开他的 他很重要 星野的电影之所以如此经典 除了他本身的导演能力和搞笑功底 吴梦达也绝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尽管如今达叔早已离去 香港电影也早已不复曾经的黄金盛世 但达叔曾经的风神演技却从不会消失 而他黄金配角的头衔 也永远不会被取代 然而在今年2月9日 导演郭凡用CG技术复活 吴梦达 导演郭凡却被骂是在消费死者 甚至就连刘德华都没想到 有导演能为了吴梦达做到这种地步 其实郭帆这么做都是为了一个约定 当初在《流浪地球》役里 达叔饰演的韩桑一副老顽童的样子 不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自己也很喜欢这个角色 于是在得知第二部是要拍前传后 便主动跟郭帆导演相约了第二季 当时郭帆还跟吴梦达开玩笑道 不知道变年轻的达叔 到时候会有多少观众能一下就认出来 但令大家都没想到的是 达叔却提前失约了 而为了完成当初的约定 中感情的郭帆便决定自己掏钱 利用CG技术赛见达叔 这部影片也是纪念吴梦达先生 我们设计的一个环境 我们竭尽所能去完成 非常非常美 其实早在国外 也有导演这样做过 速度与激情中主演之一的保罗沃克 在拍摄过半时突发车祸离世 导演同样用CG技术还原了保罗沃克 而用这种方式来延续演员的生命 恰恰跟《流浪地球2》里讲述的数字生命 有着相似的意义 本来郭帆的初心仅仅是为了致敬 但在电影一经首映后 便有许多粉丝吐槽他这是在消费死者 可这些人只要冷静想想 《流浪地球2》毕竟是一部前传 有达叔的出现才算是正常 而达叔的影片中 也仅仅只出现了两面 并且在电影宣传时 郭帆的团队也并没有利用达叔来炒作 这样看也不算是消费死者 甚至可以说是完成了达叔的心愿 就会谁在看到片尾的信以此片 献给吴梦达先生的滋养时 没有陷入深深的回忆中呢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港欢娱乐会陆续更新 有何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希望各位看官老爷订阅多多支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